嗨,探友们好,我是佛山梁花梅 今天是2021年2月26号元宵节 我们知道元宵节也叫上元节 那有了上元节是不是还有下元节呢 对了,不但有下元节还有中元节呢 那这三个节日合起来叫做三元节 是中国非常传统的节日 有着悠久的历史 道教认为产生天地万物的最基本的元素是 天地水及三元 三者又称官 历代神仙通鉴 一书中有这样一个传说 说元室天尊和天地阴阳之气 分别于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 从口中吐出婴儿 这三个婴儿降临人间 长大后变成尧顺于三地 因他们有天地莫大之功 为万事军师之法 故被分为三观大地 也称为三元大地 另一说呢 是按照《崇编搜神记》记载 说龙王的小女儿养了三个儿子 老大生于正月十五 被道教教主元室天尊 分为天官 全称是上元天官 子为大地 同管天上各路神仙 以及人间的帝王 故天官的生日正月十五 也被称之为上元节 老二呢 生于七月十五 被元室天尊分为地官 全称是中元地官清虚大地 同管着三山五月神仙 以及城隍土地 所以呢 七月十五 他的生日也被称之为中元节 老三呢 生于十月十五 被元室天尊封为水官 他同管的是五湖四海 以及鱼虾蟹鳖等等 故他的生日 十月十五 被称为夏元节 这三官大地呢 平时是住在天上的 只有到了生日这一天 他们会降临人间 他们降临人间呢 是有目的的 即天官赐福 地官赦罪 水官解恶 我们现在呢 基本上只知道 中月初五是财神降临人间 殊不知在神仙谱系里面 天官的等级要远远高于财神 三官大地的崇拜呢 还有一种习词 称之为三官手书 就是把心中美好的愿望 以及祈祷 还有就是你颤尾的事情 写在纸上或者简上 一是三份 一份呢 埋在山顶 告知天官 一份呢 埋在地下 就是抄送给地官 另一份沉到水底 告知水官 这样呢 就心想事成了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在中月松山发现了一块金茧 上面还有文字 金考证呢 原来是吴泽天 报告给天官的手书 三官大地在神仙谱系里面 地位是比较高的 在很多地方呢 都是有三官庙 三官堂 三官殿等等 那很多信仰人 每到三元节 都会到庙宇里 祭拜三官 忏悔罪过 祈福免灾 追溯到中国 上古时期 其实就有 祭天祭地 祭水的礼仪 不过呢 上古时期 祭天地水呢 是皇帝的权利 庶民百姓呢 只能祭祖先 这种祭祀活动 一直流传至今 虽然 众众的祭祀仪式 已经简化 或者是 被慢慢的遗忘掉 但是他作为我国 独有的一种传统文化 其历史价值 是不可抹灭的 好 今天的传统文化 三元节 就聊到这里 看有没有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